主席各位先進 請一下部長 康部長 賴維好 部長請問你 現在鎮索歲 因為禮拜五要闖關 當然你過去也講了很多 我們現在聽到反對港 民進黨他們的聲音是說 他們要主張直接廢掉 但是我們的黨團 我們的黨版 基本上是不這樣主張的 因為不要忘了過去幾十年吧 一到十年前 郭萬榮前部長 他說要課鎮索稅股市無量下跌19天 那時候你翻一翻那時候歷史 那時候的輿論 沒有人認為以後會有哪一個部長 敢再提鎮索稅 但是後來就提了 後來就提了 所以假如今天民進黨 他們說直接費證索稅 那就證交稅喔 就台灣的股市裡面 只有證交稅沒有證索稅 我敢打包票未來的一二十年 說不定要跳出一個財政部長 又要課證索稅 所以這個問題就沒有沒了 永遠沒有ending 永遠沒有ending的情況之下 那假如用國民黨的版本 我們就很清楚的說證交稅裡面 含證索稅 而且是簽文是0.5 跟簽文一個2.5是證交稅 然後0.5好了 現在也在海黨就說 這樣子的話 讓外資跑掉了 這個稅損 因為有稅損 所以我們反對 這樣的講法 這個部長跟我們解釋一下 第一個有沒有稅損 稅損多少 影響多少 跟我們講一下可以嗎 就外資的部分 我們的計算稅損 就是0.08億 就是800萬 800萬 其他的IPO 本來他們主張不要 就是兩個黨 或者兩主要的政黨 最大的不一樣 是 他們說直接費了 那就只課證交稅 那我們是有2.5跟0.5 這種情況之下 那外資就少了多少 你剛剛講多少 800萬 不是800億 也不是8千萬 對不對 所以 很清楚看得到 各位很清楚看得到 但是呢 我們的版本是做個了結 就是做個了結 以後就不需要 會有20年後 還有一個部長跳出來說 我沒有課證所稅 所以我要課 所以我們的版本 清楚的告訴全國民眾 證所稅已經有了在裡面 千分之0.5 是 我這樣講話對吧 完全正確 完全正確嘛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有些人講的 哎呀你這個 這個要核實申報很麻煩 核實申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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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啊 這個固定帳戶 這裡面算來算去 非常麻煩 為了減少麻煩 所以不要核實是 不要核實制的 通通試算制 這樣子 你覺得可以嗎 委員 多一個核實 並不是說要大家核實 可以選 你覺得核實很麻煩 就選設算嘛 只是多一個選擇機會 講白點 也美觀啦 外觀也好看啦 對 啊有差別嗎 差別就是說 虧損的人他多一個機會 他覺得我虧損 你設算的話 我虧損我也要 可是你如果一年初 一開始就申報 對 那你不知道你虧損不虧損 那就多一個選擇 那大家如果選擇 設算 跟單一設算 完全一樣啊 所以我是覺得 有核實 會外界覺得 欸這 確實有所得稅的精神 多了一根根 對 很細細的頭髮 在你頭上 可以這樣講嗎 我想 所得稅本來就核實 課稅了 有核實啊 比較像所得稅的精神 全部用設算 當然 那就是 我們也有全部設算的啦 比如說 小規模營利事業 你如果不能拿出帳簿評證 全部設算的也是有啦 所得稅 有啊就 有啦有很多所得稅這樣子啦 不然小店面都是用此 用同業利潤率 用同業利潤率 同業利潤率 來核也有啦 但是 所得稅就是有核實有設算 那哪一部分用設算 哪些 所以你剛剛提到 民進黨不斷在挑戰的稅損 就是八百萬啦 外資的部分 其他都一樣啦 其他 我要跟委員報告 其他的那部分 基本上沒有人在 argue 因為其他 本來都會有人 那就不談了 第二個 我看到我們主席啊 有提到一個東西啊 他說我們的稅率太低了 希望能夠把12提高到15喔 增加5000例照過弱勢等等的喔 這個跟加減稅沒有關係喔 這部分你要不要做comment 他意思是租稅負擔率 不是稅率啊 租稅負擔率 租稅負擔率 現在全國的 全國的總稅收除以GDP 那個叫租稅負擔率 我們現在租稅負擔率 大概12點3左右 12點3全是排名第幾 大概最後 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 如果到15大概變第幾名 15大概就比新加坡 比香港那些多高啦 香港新加坡13點多嘛 那韓國大概也差不多啦 所以我們15大概就可以進 租稅負擔率 不是加稅喔 不是說 現在有些人講說 要把薪資加稅 沒有喔 不是把薪資所得者加稅 就是財政部要想辦法 讓整體的 租稅負擔率 稅收增加 因為畢竟大家都要面對 我覺得 難能可貴的 朱主席願意在選舉的時刻 講出這麼敏感的問題說 其實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太低了 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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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證為萬物之母 就是財政為訴證 財政為訴證之母 沒有錢什麼事都不要做啦 沒有錢 老實舉照等等的 那這一部分 你是持正面看法嗎還是什麼 正面 那你準備 怎麼做 或者是 有沒有想法 你有沒有想法 其實有想法啦 朱主席也說 將來如果他當選 他會成立 付稅改革委員會來討論 當然如果有 要我提供意見 我們是有想法啦 現在能不能透露一兩點 譬如說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也很有可能當選啦 是 當選以後你才是不能繼續做啊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講啊 你要推動啊 譬如說可以從一些 從擴大稅基的角度啦 擴大稅基就不是 不是所謂的加稅 一些不適當的減免 有些減免已經存在六七十年了 擴大稅 舉例吧 擴大稅基 譬如說所得稅法十四條十七條 免稅額跟扣除額 佔了綜合所得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一 太多了 這裡面有些是 免稅額扣除額可以降低百分之 比如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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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擴大稅機也是要修法啦 也不是違章建築 就是把一些項目訂在裡面 但是這些項目 對 把包括現在委員提案的45個案放進來 但是這些都可以扣 包括義文支出 照顧幼兒的 弱勢 你講的是17條之二嘛 對不對 17條之二 14條17條 17條 17條之二講了很多扣除 對 那些項目可以討論 接著我們說這些項目允許你扣 因為這樣對大家有好處 現在不能扣的將來可以扣 但是 比如說這鼓勵義文界的 你都去看這個opera 戲劇 歌劇的可以扣 但是Toto Lamsam 有個sitting在那裡 因為那個45個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 滿足了義文界的人士 也滿足了一些 譬如說高工高職 他說學會也不能撿 大專又可以撿 在現在這個時空 在現在這個時空 我們的租稅負擔率12.3是全世界最低 就即使所謂的回饋稅之後還是如此嘛 是不是 那個會提高一點點 我看還是一樣 提高個0點幾趴 那現在當然 我們尊重每一個委員的提案 就是現在講很多 減這個稅減那個稅 其實在這個時空 我個人對於要減稅是非常保留的 我是沒有辦法去認同 這個時候再去減稅 但是你剛剛所提到的 放一個sealing 這個sealing 一把它定上去以後 可能就達到這個稅 積的占GDP的比例 就可以從12.3增加到15了 既然未來要有付稅改革委員會 我是建議像這些適合的方案 包括潘委員提的這些方案 都可以在那邊討論 這個你要好好聽 趕快規劃 這個部長 你是福將 謝謝 我們希望你這個 趕快去想這些東西 那我們的稅 我們的稅收占GDP的比重 從12.3增加到15 然後讓全國老百姓 大家沒有感覺到 然後被拔鵝毛的感覺 沒有他要回饋喔 他要回饋喔 孫主席的概念是 那個3%做出來的錢要回饋 當然當然 那個3%是全部回饋給社會 不是放你口袋啊 沒有錯 沒有錯 不是放財政部口袋 就是完全去照顧弱勢 照顧青年人 這個是絕對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一個所得的重新分配 我們先做前置作業 對 老實講啦 朱主席約翁去提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是給他很正面鼓勵 因為畢竟我們的這個 這個肅政之母啊 財政是這個 這個 那這個現在來講實在太弱了 所以 老實要舉債啊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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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amp 什麼